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评论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银行业的逆势上扬 尽管市场普遍低迷 但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却因为稳定的股息收益 而吸引了大量投资者的目光 这些银行的股息收益率已经超过了政府债券 让投资者在寻求安全和收益之间找到了新的平衡点 同时,加拿大对中国电动车征收100%的进口关税 引发了一场外交风波 中国国家媒体的激烈回应令人瞩目 反映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此外,中国的餐饮业正深陷价格战的泥闹 利润大幅下滑 业主们面临着艰难的生存挑战 这些事件背后的经济动态和市场变化 将是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2024年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中 中国银行业却展现出惊人的韧性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中国最大的国有商业银行股票价格 达到了多年来的新高 这要归功于股息收益率超过了政府债券的收益率 和市场对境利息差稳定的乐观情绪 上海大智慧提供的金融数据显示 自2024年初以来 42家在内地上市的银行平均上涨了19% 而同期的基准CSI300指数却下跌了4.2% 其中 以中国工商银行ICBC 中国建设银行CCB 中国农业银行ABC 和中国银行未代表的四大国有银行 表现尤为突出 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股价 达到了自201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而中国农业银行更是创下了历史新高 中国银行的股价 也达到了自2015年以来的最高点 无论市场动荡如何 这些银行的稳定股息收益率 成为吸引投资者的重要因素 随着中国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加剧 投资者大量涌入债券市场 将基准10年期政府债券的收益率 推至历史低点2.124% 仅是四大银行平均股息收益率的一半 SDIC证券的分析师林荣雄指出 四大银行和其他银行的股息收益率 非常具有吸引力 四大银行的股息收益率平均约为5% 而这与十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之间的利差 处于历史高位 中国工商银行的股息收益率为4.7% 其在上海上市的股票今年上涨了36% 根据彭博数据 中国银行的股息收益率为4.6% 其股票在2024年上涨了28% 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的股息收益率 分别为4.8%和4.7% 银行业的交易价格比账面价值平均低45% 这使得银行比其他高股息股票更安全 CSI股息指数追踪内地交易所的100只此类股票 但由于市场情绪脆弱 未能保持其涨幅 今年迄今的涨幅缩减至不到1% 与CSI300指数挂钩的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的资金流入 也推动了今年银行股的上涨 主要来自国家买家 以支撑股市 银行业在基准指数中的权重最大 达到13% 根据SDIC证券的数据 今年此类ETF的购买总额达到4700亿元人民币 约合65.9亿美元 与此同时 主要银行上个月下调了存款利率 缓解了市场对行业净利息差的担忧 根据华富证券的数据 这一利差在央行下调贷款基准利率 和政策贷款利率的背景下受到挤压 四大银行将于本周公布中期业绩 根据太平洋证券的数据 中国银行业第一季度利润同比下降了0.6% 华富证券的分析师张宇表示 市场预期银行的净利息差将很快触底 他补充道 从中期来看 中国的利率仍有下行空间 这将使银行股在长期内值得配置 然而 在中国的另一个经济领域却充满了挑战 根据《环球时报》报道 加拿大决定对中国电动车征收100%的进口关税 这一举动引发了轩然大波 中国国家媒体猛烈抨击了加拿大的这一决定 称其为自伤 《环球时报》直言不讳地批评加拿大追随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 认为这只会制造更多的自由市场流通障碍 对国内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该报还指责加拿大被美国的不健康政策所劫持 敦促加拿大优先发展自身经济 中国政府和其国家媒体在思想和政治上不掉一致 但通常执政的共产党在官方声明中相当谨慎 而其媒体则不然 加拿大周一宣布将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征收100%的关税 此举将于10月1日生效 这是在沃泰华的两个盟友 美国和欧盟因担心不公平补贴 而对中国征税之后做出的决定 拜登政府在5月宣布对中国电动车 高级电池 太阳能电池 钢铁 铝合医疗设备 征收重大关税 本月早些时候 欧盟对来自中国的电动车进口征收高达36.3%的关税 特斯拉除外 特斯拉获得了9%的减免税率 中国商务部在周二的一份声明中称 加拿大政府的举动是一种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中国强烈不满并坚决反对这一举动 商务部发言人在声明中说 加拿大公然违反世贸组织规则 盲目追随某些其他国家 该举动将扰乱全球产业和供应链的稳定 严重破坏全球经济体系和经济贸易规则 严重影响中加经济贸易关系 当天晚些时候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新闻发布会上 也敦促加拿大立即纠正其错误行为 不要将经济和贸易问题政治化 林健还补充说 北京准备采取任何必要措施来捍卫中国企业的权益 加拿大表示 这些措施是为了为加拿大工人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并允许国内的电动车、钢铁和铝生产商在国内外竞争 该国总理贾斯汀·特鲁多补充说 沃泰华此举是为了对抗他所称的 中国过剩产能的友谊国家指导政策 在餐饮业方面 中国的餐厅业者正面临着价格战的压力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32岁的廖女士经营的5家川菜餐厅中 有4家因利润下降而被迫关闭 她现在不得不降低剩下那家餐厅的菜品价格 以求在这场价格战中生存下来 中国其他主要城市的餐厅业主和经营者 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数据显示 北京年收入超过200万元 约28万美元的餐饮企业 在今年上半年利润降至1.8亿元 约2500万美元 同比下降了88.8%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8月中旬发布的数据 利润率这一衡量公司盈利能力的指标 也降至0.37% 广东改革协会的执行主席彭彭指出 这场价格战反映了消费者降级的更广泛趋势 上海的餐饮经营者情况更糟 年收入超过200万元的企业 在今年上半年亏损了7.7亿元 而去年同期则盈利是7亿元 餐饮业者积极降低价格以吸引消费者 但分析师敦促政府和行业组织介入 以防止这场可能进一步损害小企业的价格战 彭彭表示价格战反映了消费者收入下降和前景不确定 导致食品支出受限的更广泛趋势 只要国内需求低迷 居民无法预期稳定的经济状况 餐饮业的价格战就会持续 自3月以来 中国的零售销售增长乏力 而消费者通胀已连续15个月徘徊在零附近 引发了对潜在通缩的担忧 在中国领先的食品服务平台美团上 北京的一些餐饮业者提供19.9元 约2.8美元的汉堡套餐 15.9元的整支烤鸡和79元的自助牛肉烧烤 全球领先的咖啡品牌星巴克 也推出了19.9元的饮品套餐 这几乎是其常规产品价格的一半 33岁的餐厅老板埃里克 在重庆开了一家小型新疆菜餐厅 他表示 能够承受价格削减的餐厅 通常是大型食品连锁店 因为他们拥有更完善的加盟 仓储和供应系统 但这种竞争正在损害自营业务的市场 我绝不会降低我的菜品价格 他们已经设定在合理范围内 进一步降低只会导致更大的损失 蓬蓬还敦促地方政府和行业协会制定规范 以停止这场持续的价格战 最好的解决办法仍然是国内经济的复苏 蓬蓬补充道 在国内经济低迷的情况下 许多知名的食品和饮料公司已经报告了黯淡的业绩 周一 知名台湾餐饮连锁店顶开封宣布 到10月底将关闭包括北京和天津在内的14家餐厅 今年上半年 至少有74个食品和饮料品牌 在中国宣布关闭超过400家门店 根据浙江的零售业务信息平台LinkShop的数据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们先来赞赏中国银行业在市场动荡中的卓越表现 尽管市场普遍低迷 但中国银行业却逆势上涨 四大国有银行的股价创下多年来新高 这主要得益于高股息收益率 平均大约为5% 远超政府债券收益率 这就像在沙漠里找到了一片绿洲 吸引了众多投资者涌入银行股 特别是中国工商银行 今年股价上涨了36% ICBC的股息收益率为4.7% 这可不是小数目啊 哦 楚天书真是好一个沙漠里的绿洲 但你别忘了那些高股息收益率只是一个表象 这些银行的利润其实在下降 第一季度利润同比下降了0.6% 这就像是外表光鲜 内里腐朽的金苹果 再说了 银行股价上涨一部分原因也来自于国家买家支撑股市 这是市场的真实反应吗 还是左手倒右手的表演呢 谢奇奇 你这魔说有点太过激了吧 银行的股价上涨是有实实在在的市场基础的 不是什么左手到右手的戏码 你看看 42家在内地上市的银行平均涨了19% 这可不是小数字 而且这些银行的交易价格比账面价值低45% 这就像是大闪卖一样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入 市场对净利息差的乐观情绪增加 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现象 再说了 投资部都是看未来预期吗 预期? 哈哈 楚天书 你的乐观真是让人佩服 那些健康的现象背后 其实是银行业面临的巨大压力 你没看到吗 为了缓解对净利息差的担忧 银行们已经开始下掉存款利率 这无疑是饮震止渴 再说 股价上涨主要是来自政府的政策支持 这有多大程度能代表市场的真实反应 那不就是皇帝的新衣吗? 不小心一揭开 真相就曝露无遗了 谢琪琪 你这魔说实在是有点过于悲观了 确实 银行业面临挑战 但这不正是投资者寻找机会的时候吗? 风险与收益并存 这是投资的基本原理 再看看国际环境 中国银行业相对稳定 股息收益率高 这是一个难得的投资机会 退一万步说 即使面对挑战 这些大银行有国家支撑 能够比其他行业更好的应对风险 这就是打不死的小强 你懂的 哦 楚天书 你真是细精啊 把银行说成打不死的小强 但现实是 这些小强正在努力挣扎 餐饮业因为利润下降而陷入价格战 这背后不就是整体经济环境疲弱吗? 这样的环境下 你指望银行能一直保持高股席率 幻想一下 假如经济状况不见好转 这些小强可能也会撑不下去 毕竟 再强的小强也是会饿死的吗? 6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6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6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